不是自杀 是被杀 还是一个孩子 拎着牛奶把人给害了 我看得真真的 那姑娘 喝了小女孩拎给她的牛奶 就死了 我还记得 她叫陆珊 几年 你在哪儿啊 我正要去看看妈妈 怎么了 没 没事 我就是想你了 我跟我妈道别之后就回去 晚上见 好 晚上见 怎么会这样 伯母 真的是我害了你吗 要是几年知道这件事 她怎么能接受我 这件事 根本就不是小小的错 这件事 根本就不是小小的错 好 好 妈 您从前教导过我 人生从来就不会凡事尽如其一 但是我们可以活得自在 我们可以说 我们去做了 走 然后说 你肯定能知道 我是我们有很多人 伤害 我们在哪里 我已经知道 把害死您的那瓶牛奶 是谁给您的 什么 今天已经知道了 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 不过人是有未来的 您地下有志 也一定不会将你的死 挂在乔乔身上 他那时还小 我也不想再怪他 妈 请您保佑我和乔乔 未来一切平顺安好 乔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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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来了 哦 我本来想过来给你个惊喜 可是没想到却弄糟了 你刚来吗 嗯 我刚到 你来看妈妈了 本来我也想来看她的 脚扭了啊 那就别去了 妈不会怪你的 回家吧 走 怎么了 晓晓 没事 可能 有些累了 那你休息一下 那你休息一下 马上就到家了 我已经知道 害死您的那瓶牛奶 是谁给你的了 是谁给你的了 不是我 怎么了 你刚才 没 没说话 没说啊 没事啊 晓晓 我临时有点事情 可能晚点回来 你早点休息啊 好 乔乔 乔乔 看什么呢 这么认识啊 在看这一段的 人无情绪 我说我有点事情 要出去一下 可能晚点回来 你早点休息啊 好 你去吧 早点回来 嗯 乔乔 这就是你被幸福 冲婚头的代价 即便几年能原谅你 你也不能原谅你自己 满天 你还想知道 你也不能让她 你还想找死 你还想找死你了 是你快要走 我个人 我爱了 我你的幸福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给他送的牛奶 我是凶手 今天怎么能接受 恰恰 你为什么让自己这么痛苦 感谢观看